进行不少中央官员因为发言掀起争议 现在被在野党立委点名是政院三宝 包括为了莱猪进口议题不断挺身说明的 农委会主委陈吉仲 在野党还有民间团体认为 他把美国荷尔蒙牛肉争端案件 及莱克多巴胺混为一谈 试图混淆大众视听 堪称是新三宝之首 曾吉仲则强调国人必须了解国际贸易的争端 要面临的代价 另外被点名的还有卫福部长陈时中 内政部长徐国勇 他们则是反击 在指责别人的同时 也反向指着自己 就是这句政院三宝在政坛炸锅 被点名的政务官不忍了出面反击 用这样的形容词来使用政务官 我想是一个不是很好的一个行为 当你一直指向别人 是指向自己 是不是保大家心里有数 这种侮辱性的语言 只会侮辱到他自己 不必讲这些什么三宝四宝五宝 都没有什么意义啦 但这波被骂最凶的恐怕是农委会主委 陈吉仲 不只在野党连民团都出面抨击 还替他冠上三宝之首 他想要把净荷尔蒙牛肉 抽换概念成为净莱猪来恐吓民众 我们陈主委已经荣登政坛的新三宝了 国民党完全没有任何专业的发言 这个自由公平 美国在WTO控诉欧盟 欧盟因为没有依照国际的游戏规则 守护出的代价事实来对所有的国人做澄清 欲担无奈 但政府严格把关数字会说话 刑刑院最新资料 莱猪过去一年零进口 连一批韩伟良来记的都没有 盼国人理解 毕竟最近因为莱猪议题 不断成为剑靶 出席活动不忘自我解潮 今天是看到的是文新兰 没有猪啦 所以不用担心我讲话没有问题 记者旅行文杨岳达台北报导